5月19号,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在日本广岛开幕 而广岛也是二战时期原子弹爆炸发生地 受访专家指出,从这期峰会举办的选址以及日程安排 就能看出日本大的小算盘 但要使美国把他的核保护栅进一步延伸 而且巩固在这个东北亚地区 我觉得日本这样一种非常投机的做法 实际上会通过越来越多的势力 让国际社会和周边国家了解到日本既想捞面子占便宜 同时又想利用一些大国关系变化的所谓的空间 来给他自己的攻击力 专家表示,此次峰会,日本不断操弄核议题 并强调打造无核武世界 但实际做法却并非如此 体现了日本自相矛盾的心理 这次拜登总统到广岛 居然还携带了总统克服使用的核武器的一些特定的装置 那么这个在广岛人民来看 可以说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 一方面倡导什么世界的无核化 另一方面又把这种有可能引起核战争 或者使用核武器的这种象征性的装置 带到广岛现场 这是很多日本人都感觉非常奇怪和不满的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核国家 日本对美国这种核保护伞却津津乐道 所以做的是一套 做的是一套 对别人是一套 对自己是一套 所以这样一个难以自洽的矛盾的核政策 以及诉求 我想是会令世界许多国家感到可疑的 据报道 G7峰会发表联合声明的文件 炒作涉华议题 妄谈台海局势 并以所谓经济胁迫影射中国 外交部发言人已就此作出回应 专家指出 所谓经济胁迫不仅不符合事实 而且使人感到贼喊捉贼 这种人为的政治的意识形态 对世界经济 市场经济的 以及全球化进程的一种干扰 实际上我认为 必然损害他们自己的利益 但是他们又不甘心 要把这个帽子扣在中国头上 我认为 这不仅不符合事实 而且只能是 使人感到贼喊捉贼 经济胁迫的罪名 其实美国是搞得最 得心应手的从此前 针对一些日本和欧洲企业的 长迷管辖 到最近一段时期 对中国技术 对中国企业 对中国投资的 粗暴的打压和遏制 美国是深远其道 而美国现在把这个罪名 扣到中国头上 主要目的 一是想转移 它内部的矛盾 来缓解西方经济内部 由于利益分歧 产生的矛盾 同时还有一个目的 就是想要通过 跟中国罗织罪名 来加强 它对西方其他国家的控制 尤其是通过 供应业 产业的 重新组合 来进一步 巩固美国在西方 其他内部 来自在世界上的主要地位 除成员国外 日本还邀请了印度 印尼 澳大利亚 韩国 库克群岛 科摩罗 巴西及越南 参加扩大会议 专家分析称 此次峰会看起来声势浩大 但事实上 成员国之间的嫌隙 愈发明显 特别是在对华问题上 仍存在分歧 很难达成真正的共识 这次机器崩溃的一层上 比较容易达成共识 首先是对俄罗斯的进行制裁 其实就是在对乌克兰的自由问题上 军事援助 包括财政援助 仍然会使这次机器崩溃达成的成果 在涉及到中国 包括所谓的对东国经济胁迫的反对 以及对所谓的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 包括南海 东海 台海形势的关系等等 我想在楼梯上的机器内部 仍然有比较明显的分歧 所以最多是达成一些表面上相对性的共识 而在具体的行动上 我想各方很难适应